這個工程主辦是我們的都市發展局 那是由公務局大地工程處來代辦 那參見單位有社會局、教育局跟我們的環保局 那工程主要的承擔廠商是我們的文昌營造 那機電的部分是由集盛科技來負責 空調的部分則是由超巡空調 那整個設計監造是由郭恆城建築師事務所 跟我們的實驗建築師事務所來協助 那因為我們現在特別注重耐震 所以我們特別做了一個耐震的特別監督 是委託我們的巨國公務有限公司 來協助我們做耐震的一個監督跟平靜 那大家知道我們這個位置是在前面是舊中路 那邊是新湖二路 那其實這個位置非常良好 對面就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大賣廠商儲區 那我們離那個皮頂大道成功交流道 其實大概都不到五分鐘的路程 那甚至周遭離那個電影科學園區 還有我們的那個彩虹和平公園等等都是非常的近 算是一個生活機能蠻好的一個基地 那本工程基地大概就是這一塊加隔壁那一塊 那加起來大概是2731平方公尺 是一個地上九層地下三層的房間混凝土結構的大樓 那建築面積是1035平方公尺 那樓地板是7011平方公尺 那整個工程造價是5.28億 空間規劃的部分在一到三樓最主要是我們的公共服務設施 就是由我們的社區大廳戶外廣廠還有我們的那個管理中心 那一樓的一半是我們那個交易局的一個幼兒園 那二樓的部分也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我們的幼兒園 另外環保局當中是也在一個區塊 那三樓就是我們社會局所主辦的社會居住家園 至於我們最主要的那個社會住宅是從我們的四到九樓 那總共社會住宅這邊的規劃是97戶 那一房型是65戶 那這一房型裡面說一般的一房型還包含無障礙一房型 那另外二房型是24戶,三房型也是8戶 那我們最頂樓只是做一個都市花園的設計 那我就以三房型來大概講一下我們的設計概念 大概我們現在設計上面都會希望有一個很大的採光面 像是臥室跟廚房這邊大概有10米的採光面 那每一個房間都有採光 那主臥室這邊其實也有一個陽台採光面 那陽台可以做我們的那個洗衣空間 那為了好圍管,這邊的那個排水 專門針對洗衣機這個排水有做一個特別的設計 那未來也會設置那個自動升降的一個亮度下 那每一個房間大概都會有個對外床 確實確實那個採光是不錯的 那另外當然浴室的部分都是採用的 但是跟你的浴室跟廁所 那地板大概都會做一些止滑的設計 那另外我們廚房是採用開放式的 就是讓住進來的人會感覺到說 這個空間是比較通透,然後空間感是比較好的 那未來我們規劃會取得營機的綠建築標章 營機的智慧建築標章 以及耐震標章 無障礙住宅的建築標章 那這工程今天開工典禮明天我們機具就進場直接開工 那預計在後年的8月會完成整個建築的組結構 那在大後年112年的5月會全部廣告 那以上就是大力處針對我們這個工程 那要請就請就請就請